Ao聊四季,甜甜的歌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邁亞人對上瑪麗人 這場比賽也是神愛寫說的哈拉谷地圖 那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8點鐘皇上的邁亞人 邁亞人特色是他的工兵單位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老鷹帝王時代點下黃金果 可以血量高達100滴血 但邁亞人採前期的資源 野豬、黃金石都可以再次來更久一點 所以他的經濟前中後期都算是個不錯的狀態下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2點鐘皇上的瑪麗人 瑪麗人的花金速度是稍微快一點點 而且他的黃金攜帶量也比其他文明多 挖的時間也可以再更長一點 那如果這裡有5600塊黃金 那瑪麗人大概可以挖到快到6000塊黃金左右 那瑪麗人的帝王時代有這個飄漢精神 可以讓騎兵加5點傷害 後面的輕騎兵跟駱駝 上他可以高達14點的傷害值 非常可怕 那瑪麗人他的攻兵路線 封劍時代跟城堡時代是非常適合的 業用時代的話沒有三級色的關係 所以會稍微弱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兩邊地圖看起來是阿拉伯 前面這個黃金是有點糟糕的 而且後面這兩塊黃金都是一個不是很好的位置 後面這個黃金雖然還可以接受 因為至少是在後方的領地喔 但這裡附近完全沒有任何遮蔽物 要守起來的話也不是那麼的容易喔 可能還是要蓋個TC 或是把前方圍死才行 那石頭的部分呢有塊在後面還不錯 那要圍的話前面可能是要小圍 稍微圍出來一點 看圍到底可能會不錯 那接下來看一下瑪亞人 瑪亞人這邊黃金在下方 果子在右邊 石頭的話也是兩片在前方 黃金的話也是跟巴拉斯一樣 都是在一個前一個後 那這位選手是叫ACCN喔 很久沒有來介紹一下選手了 ACCN是越南第一高手 那越南那邊的玩家比較多的是 是在玩世紀帝國一代喔 二代的話他是目前我覺得越南最強的玩家喔 那戰鬥比賽是巴拉斯對上ACCN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 那這邊呢是 瑪亞人不會有偷織布的情況發生 開局一定要點織布技術喔 不然人口會卡的很久喔 這邊一開始人口是滿的 所以要先補完房子 那巴拉斯這邊呢是沒有偷織布 是一個正常織布點完 然後是走一個棒棒開局 那這個棒棒開局喔 跟我們的會議影片教學有點像喔 就是點完封建之後再按棒棒 但是他是打兩棒棒不升裝甲的路線喔 通常兩棒棒不會再去升血 那兩棒棒的效果就是單純騷擾 通常是要打直層啊 或者是用棒棒騷擾 把自己加為死的情況 會比較常使用到這個二棒棒佩洛馬 前期的騷擾流程 好那上去這邊馬力拉先點一擊伐木 趕快繼續點一下 這個村民 好馬上補了一個設計場 被這個棒棒騷擾到不堪其擾了 好那馬力拉這邊也是轉了一個設計場 走這個挖金路線 開始要來轉工兵了 好轉工兵之後 待會就會穩定的工兵量產起來 那馬亞人這邊走工兵的話更有優勢一點 因為他的價格也很便宜喔 但馬力這邊走工兵路線也不差 好那這邊工兵跟棒棒過來 棒棒沒有送掉 這是一個棒棒開局最好的結果 稍微騷擾到 然後棒棒沒送掉 可以稍微保護一下 工兵的部分喔 欸結果這個槍兵直接戳死了 就有點小尷尬 直接走進來了 哇這個洞沒有補死 拉了一對弓箭手過來 弓箭手寡不敵重 第一時間被射倒 剩下三隻工兵開始拉打 要把這些棒棒給解決掉 OK棒棒跟工兵都被收掉了 馬力人現在家裡再繼續安一個工兵 三到四個人 繼續挖 多一點五個人挖的話 也可以準備升城堡時代 這邊圍家真的是圍得有點長了 好 好那ACCN這裡點下了一擊一射 馬力人這裡還 好已經點下了 但是沒有轉毛兵 那現在這個情況可能要稍微轉一下毛兵會比較好 對方的工兵其實壓力給的很大 好ACCN這邊工兵繼續按 這裡有轉幾隻毛兵 那待會就算不轉 不繼續按工兵的話 挖金晃的村民再回 再補個這個市集喔 也可以靠這個買賣喔 升到城堡時代 所以其實玩家們喔 在打CN的時候 就算你的黃金繼續開採喔 也不會太大問題 還是可以靠買賣喔 所以也不用擔心喔 我現在走這個黃金配置喔 多人挖金 沒有用到黃金兵怎麼辦 這次也沒有關係喔 所以買賣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這邊是買賣了一下 賣了兩百 木頭買了一百囉 換取了一個 百資源 好這邊點下了工兵鎧甲 城堡時代好一分半 工兵九隻 四個九隻應該只能稍微做到一點事情 抓掉幾隻工兵應該就不錯 三隻老鷹繼續給壓力 OK 貼上繼續貼 後面還有一隻獅子 每周爆 再偷咬 OK 這裡直接咬光 好 巴蘭斯這座兵被解決了 馬雅人這邊打老鷹配工兵的優勢 就是不需要補馬就 就可以直接有機動性的部隊 而且還有抗招響 所以一般要去擋對方騎士都可以用森旅 但是老鷹的部分就很難用森旅去招響到對手 好 這邊工兵直接反殺回去 二級色也點好了 那馬力人這裡要打贏對方馬雅的老鷹也是很簡單 直接轉長劍兵就可以了 而且長劍兵在城堡時代的遠方也是超高的 因為這個馬力人呢 護兵單位 每升一個時代時 遠防步兵的防護力 遠防都會加一點 所以其實蠻適合擋對方的老鷹爆的 所以對方如果轉工兵的話 自己的步兵也很難纏 好 這邊兩邊對射 這個工兵開局對決 好 右邊抓到了 哇 一堆村民有彈道學士的太準了 好 這邊看一下 兩邊工兵都有二級射 一級工兵鎧甲 彈道學 瑪雅這裡還沒有 所以被四刀頭破血了 兩邊都想要躲掉箭矢 但是這邊抖動更厲害 還是適應到非常多的傷害 好 有彈道學了 過分可以稍微射準一點 好 開始有點打不太贏了 馬力人這邊選擇了撤退 好 拇指環也點下了 哇 沒想到馬力拇指環點這麼早 因為拇指環是需要吃肉的 OK 那這邊投資了一個拇指環 現在弩兵的射擊速度非常快 那這邊也是開下了雙TC 看家裡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工程器製造所 弩兵就可以直接往馬力家走了 待會家裡就用龍炮或是投資車防守都是ok的 好 這裡一個護換 馬力這邊高打滴 換得蠻漂亮的 好 後面再稍微擋一下 看來是 擋不太贏 高地傷害實在太高 而且還有拇指環 那這邊拇指環應該是不會那麼早點下 因為這個拇指環其實造價非常昂貴 通常是會點下什麼二級龍啊 或者輪軸手推車 再去點 或者是轉個兵 點個一下步兵鎧甲之類的 全部投資工兵科技 這個投資車砸得有點痛 其實全部投資工兵科技這件事情 是一個我覺得蠻大的風險 現在如果對方有個轉兵 你就會有點難受 例如轉戰矛配頭車 那個工兵就會變得很難打 因為拇指環可能投資就沒什麼太大意義 不然就是馬力這邊把拇指環的肉省下了 去轉騎士或是轉騎兵鎧甲 等CP值都跑會再高一點點了 這當然這只是以上個人的感想 拇指環這東西 太早點了 其實效益不是那麼的明顯 好 好 那來看一下這裡 六隻工兵加頭車過來了 馬力正面也是受到了一些騷擾 哪裡下方的頭車 加工兵準備打破下面的洞口 但是還沒有要轉騎兵路線 那馬亞人這邊呢 也沒有轉出老鷹 兩邊就是打一個工兵配頭車的路線 就是要雜持對手 全部走黃金兵 那這兩個文明呢 都是走黃金兵都可以打很久的一個文明 馬亞人也是挖金礦可以挖久一點 馬力人也是 好 所以全走黃金兵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頭車車這邊第一打高 換掉第一台 右邊這邊工兵 好 稍微對換一下 但是最後還是要被追殺 寡不敵重 馬亞人這時候也補下了拇指環 這個時間點點拇指環 就稍微能理解了 這個時間點3TC肉量可以穩定起來了 所以也不太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這個砸到一發 高打滴 哇 死了一坨 OK 但是依舊沒有人要轉戰矛 還是要繼續走工兵配頭車 這裡又一台頭車換掉 殘血的頭子車被修了回來 OK 班蘭斯雷伯打得很好 馬上就第一防 讓醜民過來支援一下殘血的頭子車 那ACCN 待會要轉羽毛劍射手嗎 看來沒有挖石頭沒有這個打算 反而是班蘭斯馬力人先轉出了 很保 但這個稱保應該只是要來生帝龍時代用的 並不是真的要打飛刀女獵手 因為馬爾人這邊工兵路線繼續打的話 反而會克制到自己的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是一個非常害怕對方工兵單位的 的一個單位 所以馬爾人這邊繼續走工兵 馬力人這邊只有一個路線可以走 就是戰矛跟起兵路線 這兩個可以打 當然如果手速夠快的話想要走生旅路線也是可以 但是馬力人走生旅 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全面 畢竟還差了一個起勢思想 所以 打工兵路線也不是那麼的好用 如果像是阿拉斯或波西米亞用起來的話 就會覺得沒這麼虧了 招降工兵的時候 畢竟血量多嘛 可以扛住工兵傷害 還有一個是不需要黃金就可以製造生旅 那馬力人這邊不管怎麼說 生旅部分還是要靠黃金產產生出來 好這一坨 ACCM的工兵加土車來到了深入後方 這裡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加了一大堆人在開採金礦 哇這一坨騷擾到非常多的東西 同時車四台過來 好第一打高可以換掉 這個是殘血的 再來一發 ACCM沒有在控 同時車直接搞定兩台 這裡要預判嗎 沒有辦法 往前點 投資車可能會被點掉 但第二台第三台過來了 這裡要直接扛著城鎮中心的傷害 往上走 想要逃離 下方的位置 哇這個TC射這些工兵射得好舒服 哇差一發 都可以把所有的工兵吃掉了 工兵最後是蠶死在了城鎮中心的手上 不如這個結果 還不如用這個工兵去直接手撕投資車 CP值可能更高一點 好 升到帝王世代的馬力人 這邊先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那應該還要在錢之一跟城堡 那城堡的話 待會可以考慮改這個位置 但改這個位置的話 還有工程器製造所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好 瑪雅人帝王世代還有30秒的左右時間 這裡工兵一直在到處騷擾 好 三級馬開點下 一級工也點了 兩邊發展時代都是很快 到達帝王世代了 中間並沒有太多的打鬥 好低打高兩發 收掉了高地的投資車 在瑪雅人還在繼續按工兵 老鷹路線 我覺得這個時候可以開始慢慢升級才是喔 但是這裡沒有開始點步兵鎧甲 讓我點意外 難道是要工兵一直先打到底嗎 好投資車直接砸爛前方的工兵 好瑪麗這邊騎士三級馬開還沒有好 好果然把城堡補在前線的位置 所以巨頭已經架了起來 還是要繼續往前呢 我是覺得這個要先拆 工程器製造所不先拆掉的話 待會裡面突然跑出了三台投資車 巨型投資機的壓力會非常大 有可能會被點掉 好趕快拉騎士解決這些投資車 左邊有一隻工兵 一同工兵被投資車追殺 好現在瑪麗人的優勢越來越大 這一波直接點發 變到強奴射掉了投資車 好瑪麗人這裡跟蹤技術 也終於補下了 好對方現在是走一個強奴路線 重裝騎士還沒有辦法升級嗎 重點下去了 好重裝騎士有 才能稍微能打一下 瑪麗人這邊走強奴路線 沒有打算要走羽毛劍射手的 騷擾機動部隊 強奴的話打騎兵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畢竟這個傷害比羽毛劍射手多了一點 射程也更遠一些 那瑪麗人要擋出馬爆的話 還是要趕快轉一下步兵科技 轉一些槍兵出來防守 壓力會稍微小一些了 不然這些騎士們一直騷擾 真的是很難受 好重裝騎士還有15秒 不然是這邊點下了真兵技術 化學 這棵城堡已經要蓋好了 瑪麗人 這裡要趕快 補下巨型投資機 或是真兵技術 但是現在有點缺黃金 好前線這個附近被控住 一定要想辦法拿回來 瑪麗人這邊也可以選擇走大衝車路線 瑪麗人是擁有大衝車的文明 但是沒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稍微有點尷尬 火力並不是那麼的強力 好那瑪麗人這邊繼續走騎士路線 打這個攻擊起來 正面稍微把一些信封給堵住 讓騎士不能到處亂竄 哈利這時候補下了手推車 這一坨強奴過去 想要給瑪麗更大的壓力 瑪麗現在飄悍精神還沒有點下 這個飄悍精神現在要想一下要怎麼點 黃金量 就是需要存一下 好騎士直接撞城堡 被收掉了一隻騎士 但沒有槍兵的瑪雅 只靠工兵能夠擋得住大量的黃金兵騎士嗎 好這裡直接抗 管用工兵直接扛騎士 好騎士又從進來繞了一波 好這頭強奴又騷擾到挖金狂的村民 瑪麗家裡遇到這一頭強奴其實有點難受 好但這頭騎士也在騷擾喔 但是下面還是有個洞喔 欸還是這沒有洞 看起來沒洞 好還行 好這起司要回頭直接硬扛 抓掉一隻強奴 第二隻拿下 第三隻應該沒辦法了 好現在強奴後方直接包夾成功 順利拿下強奴 瑪麗人家裡也是守住了 兩邊都是守住自己家裡的騷擾 那現在瑪麗人想要打贏瑪雅人的話 挑戰精神還是要趕快點下 然後轉出自己的肉碼 不然後期的黃金消耗以為是太兇 工神器可能會難出來 好瑪麗人這邊開始轉型 轉槍兵 重裝長槍兵二級的步兵鎧匠 好大槍兵的話還需要 300黃金 才能點下大槍兵 兩邊算是打得很安全 這幾隻村民怎麼躲在這裡 色色發抖 OK帝龍斯在兩邊打得比較沒那麼激進 瑪麗人沒有延續自己的攻勢了 好這裡兩邊巨頭都沒有架起來 瑪雅人這邊準備了四台巨頭 瑪麗這次轉出了火炮了 火炮出來 堂弩跟巨頭都會有點危險 這裡想要直接手撕點掉火炮嗎 不然就不太好喔 一時間這邊又送掉了一些單位 巨型頭司機架了起來 後面的火炮開始輸出 但是火炮太往前的話 可能會被強武給點掉 所以這個是火炮強的壓力很大的原因 但是火炮不往前的話 就沒有一一反制對方的巨型頭司機 但是如果要反制的話 要靠騎士往前 這巨型頭司機要再往前試試看 然後後方瑪雅人也是拿一些村民過來修理 兩邊的巨型頭司機血量都維持得不錯 然後後方這個城堡 可能要被四台鏡頭直接硬生生拿下 這裡修理的村民宿來到二十三村 可能還有機會 二十三村的話稍微能修 但衝腳多久 然後快要來到三十隻才行喔 火炮一直找機會 巨型頭司機一直高打第一 殘血的希望可以拿下 但這一波又打歪了 俠奴一直在對著火炮的路徑 往前走動 但只要騎士一往前 後面的槍門就會往前打 但這波騎士決定要上了 後面的火炮打了一炮 打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第二台巨頭也拿下 後面的城堡血量越來越多 雖然修了起來 助裝騎士也成功主尾 抓到後方的巨型頭司機 最後四台巨頭全部拿下 瑪莉這一波成功修為了城堡 哇 瑪雅這一波打得有點難受 瑪雅也是 南美洲文明裡面有 生女最弱的文明喔 她的生女也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遇到火炮只能靠 自己的白血老鷹跟強母去做解決喔 唉唷 這個差點被預判塔 好 現在瑪莉氣肉開始有點多了 開始轉青騎兵 飄換精神還沒有點下 沒有飄換精神的青騎兵 傷害只有九點傷害阿 非常的低阿 打聰明還需要五刀阿 好 這邊是先點下了一個 工匯制度 青騎兵先上前 唉唷 看到巨頭發呆的 可一定要包起來打 好 傷害有點低 有點難拿下 有可能修回來喔 沒有飄換精神好像差很多 哇 真的拿不下 傷害太低了 沒有三攻 那至少要趕快點這個飄換精神才行阿 好 結果先點了一個部落領袖 部落領袖 點完之後城鎮中心的箭矢量會變多 而且可以自動發出箭矢 好 這個效果 擋下對方進來騷擾村民 騷擾的單位還算不錯的 好 那現在巴拉斯看到對手的主力在這裡 那我這邊正面趕快進攻了 好 阿力人這邊轉出火箱 赫製對方槍兵也是相當好用的 右邊挖金礦兵直接守不住 只能繞幹 好 下方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開始開採 好 新騎兵上前開始亂砍 挑換精神 準備升級好 OK 升級好了 好 這一波落馬溜了進來 這邊嘉莉有點慘烈 但後方的部隊還沒有騷擾到對手 自己嘉莉就已經先BBQ了 後面重裝騎士已經開始開砍 重裝騎士也在右邊打了一大堆的防空 ACC跟嘉莉的防守並不是這麼的好 槍兵數量並不是那麼多 正面的不愧 開始轉出了一些火炮 被砸到 最後火炮還是被巨型投司機給反殺回去 前方的落馬有飄悍精神了 打巨型投司機的傷害非常快速 後方重裝騎士繼續往前 這裡可以多抓幾隻村民應該沒什麼問題 後面瑪莉人 過得如何 看起來還行 打ACCM馬雅人 村民數已經下降到剩下八十幾村了 村民差距來到了二十村 正面強努力守住 但是瑪莉人已經斷金了 黃金沒有了 因為這塊附金在前面了 對自己有點糟糕 那現在瑪莉人想要打贏對方的配兵組成 想要轉戰矛 配槍兵 先稍微夾一下 黃金可能要全部留給自己的巨型投司機 除非這邊黃金能開採回來 那現在野外這塊金也被瑪莉人給奪走 現在是非常難打的一場比賽了 好 瑪莉人果然轉出了戰矛 不轉戰矛 只能投降了 但轉戰矛的話就還有機會 那瑪莉人的銀罐呢 可以讓戰矛兵多發一隻的毛兵傷害了 但是現在沒有城堡的關係 瑪莉人是沒有辦法點下銀罐的 欸 後面怎麼有人在打架 好 戰矛兵在開打 聰明直接拿拳套 炎死對手 現在雖然瑪莉人後面經濟燒到騷擾 但是聰明術並沒有下降太多 經濟還算可以 這裡半天死 聰明術沒有繼續補 好 兩邊人口都是下降的很快 這個火槍怎麼直接就走到了城鎮中心底啊 這有點過分啊 好 正前方 瑪莉再次出場 好 現在瑪莉砍砍個六刀 五六刀左右 就可以砍死一隻槍兵 槍兵砍瑪莉應該是兩三刀左右 就可以砍死一隻瑪莉嘛 所以Balance有這個攻擊力上升的效果之後 打槍兵的效果是真的好 當然最大的問題可能是 瑪莉沒有辦法點下三訪這件事情 而且攻擊力也難點下 完全切進的狀態喔 而且瑪莉人這裡黃金喔 是四聖物啊 那這邊四聖物的瑪莉人應該是十拿九穩 感覺 瑪莉這一坨兵不應該修命人騷擾的 這個雖然騷擾確實有碰到一些村民喔 但村民直接往左繞幹 開始補下了一堆 熔田喔 其實騷擾程度並不是那麼的嚴重 好 瑪莉目前的配兵組成 還是靠騎兵為主 但自己也轉出了戰毛兵 好 三級的步兵甲 終於有機會可以點下了 最新投資機又重新架了起來 這裡想要過來騷擾 結果直接撞到了城堡 死了一大堆槍兵 只剩下一些強奴在右側的位置 瑪莉人現在要趕快去補一些村民 把自己經濟再拉起來一點 待會再繼續出更大量的弱馬 直接用經濟淹死對手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好 左側的位置 弱馬繼續打 但是有槍兵守著 但是沒有辦法 好 復使的部分 有機會拿得回來嗎 瑪莉人現在偷把對手石頭 他要直接做一個阻止 好 現在戰毛兵 自然慢慢穩定起來 瑪莉人要小心火炮不能被點到 這一坨強奴是馬爾人的最後希望 但是強奴現在被大洛馬 被洛馬騎上來傷害很高 好 哇 強奴是倒數量太快 強奴雖然已經佈滿 剛剛的一半15隻 剩下6隻了 哇 再一刀拿下 哇 剩下4隻強奴 怎麼打 沒有黃金兵啊 只剩下了大量垃圾兵 ACCM這時候打出了GG 恭喜馬力人拿下比賽這裡 哇 巴拉斯後面還蓋起來萬里長城啊 想用長城流去逆轉對手 那確實是做得不錯 這邊打得很好 主要是這一根城堡 還有這個城鎮中心 直接控制這兩個礦區 讓ACCM沒有辦法獲取其他的黃金礦產 或者是石頭 直接把對手給活生生餓死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馬力人 拿到了大約1萬左右的資源勝率 那黃金的部分 這是贏了5000 石頭也甚至贏了一倍啊 黃金石生物 產生的黃金也是非常多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